耿指南枝,省钱侠,是指帮助大家避雷的某些网红良心推荐的人,出自UP主秋豪的系列视频,让大家快速地看清一些吹得天花乱坠的产品,一些本来只要几块钱的东西,经过网红的良心推荐就变成了几十块钱,各种粗制滥造的产品加上网红推荐就能卖上几百,有些离谱地吹某个产品功效多好, 但是买到手之后,完全就是两种东西,省钱侠就会出来帮大家避雷,例如这些 这个是正品,这个是他卖的山寨品,看出区别了吗? 差评权的说这个是没有包装没有装品书假进口的三部产品,百毒不清的可以买 平常未定装备已期,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去武功生太三皇 前半部分是欧美超牌,后半部分是日本女装品牌的山寨风和怪 先订下大纸板,然后再发你一个优惠券买你小纸板,主打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不介意牌子的可以买 并且这种刮物刀20年前就被淘汰了,别卖 能不能把这两个卖黑心贝贝加利给我举报了? 这种东西害了多少小孩子,他们不知道吗?谁卖谁缺德 网友期待已久的大品牌戴森吹风机,小杨哥终于把价格打下来了 打了三块钱,差着三块的可以买 说到劳斯莱斯啊,肯定是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的 不好意思,我很看重性价比,不买 同时,他也是省刘霞系列视频的作者,有些东西差点就买了,还好我没钱 正好双十一到了,大家有什么买到过的宣传和实际不符的东西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逼个雷 昨天中奖的三位朋友,建议你好好看看评论区,大家有什么想买不敢买的东西,你们给大家伙来买试试看吧 中奖和零奖都让你们占了,那就给朋友们做个省钱侠吧